像現在全世界都有一個浪潮 叫做去美元化成為一個風潮了嗎 從南美洲崛起了 先來看看美國的特斯拉CEO 馬斯克就說 如果把一種貨幣武器化次數足夠多的話 其他國家就會停止使用它 然後最近就看到了 Blumber說 人民幣超過美元 成為中國大陸自己的跨境交易當中 最常用的貨幣 在2023年3月底的時候 中國大陸跨境收支的占比 人民幣48美元47 這講的是中國大陸自己的 還不是說全世界 但是這也是一個趨勢 另外再來看到說重磅來了 阿根廷的經濟部長馬賽就說 阿根廷停止使用美元 來支付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商品 轉而使用人民幣結算 在3月的時候 人民幣支付可以來到10.4億美元的 中國大陸進口商品 說5月的時候 還要用人民幣支付 7.9到10億美元的中國大陸進口商品 為什麼呢 阿根廷此舉 路透社說就是因為現在緩解美元外流 南美洲國家美元儲備 所以現在是到了臨界的水平 我覺得馬斯克 這個話好像講得有點晚 你看早點講 早點晚 看跟你特斯拉買車子 可不可以不要用美元 通通用人民幣 你早講嘛 到現在為止跟特斯拉買車子 還是要用美元 所以馬斯克不能光講 不做的不好 也讓我們用人民幣結算 對 好 我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阿根廷經濟狀況實在是不太良好 通貨膨脹率很高 他的外匯存體流失率很快 那阿根廷的美元啊 主要作為外匯存體產生幾個困難 第一個 他出口東西啊 要拿到美元啊 因為 略想拿美元啊 他報價就越低 結果中間都產生了我們 經濟學術語叫價格剪刀 照道理我拿美元是要跟你美國買東西啊 可是我不跟你美國買東西的時候 我要用美元 那就變成說 我一定要去想辦法到處去solo美元 一solo美元 我阿根廷出口的貨物 報價就會節節下跌 對 那莫名其妙只是為了爭取美元 而報價要下跌了 我不是中間的差價就被美國賺走了嗎 對 那這種所謂的價值轉移啊 這個拉丁美洲一直長期受困 所以他經常跟其他國家講說 我們可不可以 我跟你買東西 用阿根廷必買 如果 或者要用你的本國 比如說我跟中國大陸買東西 中國大陸要用人民幣 不用美元 那我就很開心了 那可是我沒有人民幣怎麼辦 你可不可以借我人民幣 我就用我的阿根廷幣 去跟你換一筆人民幣 那換了以後 我用我的人民幣 再回過頭來買你的 是 中國大陸肯這麼做 我不得不佩服 為什麼 第一個 你想想看 他要想辦法 讓阿根廷手上有人民幣 這是何等了不起的事 阿根廷經濟又不好 對 然後收取阿根廷的貨幣 又擔心了 又擔心很大的風險跟成本 所以中國大陸就要發展出一個管控貨幣這種可能貶值損失的一個管控制度 要不然的話 這些窮國家 每個人都把中國大陸看作財神爺 長久下去 中國大陸是很了不起的慈善家 相反來講 他要虧很大 美國不幹這種生意的 對 美國全世界他有24兆美元的GDP 他不幹這種生意 而中國大陸怎麼樣 才17兆 他願意做這種東西 來幫助一些比較 怎麼講 狀況不好 體質不良的這些開發中國家 尤其是南美洲國家 我不得不說 他已經不是純粹經濟考慮了 他有點在國際行善家 所以 我一方面是為他感到驕傲跟光榮 二方面也替他提心吊膽 要注意 要注意 所以阿根廷現在用這個方式 在可控的金額裡面還可以 如果金額真的很龐大的話 那中國大陸也會吃不消 搞不好會被美國倒打一把 就說 好好好 其他地方都用美元 就跟你中國大陸用人民幣 你就不斷的輸出人民幣給阿根廷 或者給巴西 看你能夠撐多久 會有這種陰謀論就會出現 而這個事實上是可能出現的一個狀況 所以 我就是從兩方面 一方面為你拍手 一方面提醒你 對 但是這也凸顯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不想用美元 這就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是說 中國大陸幫助這些開發中國家 第一個包括巴西 我們知道 有就是魯拉的時候 4月13號 就在中國大陸的時候說 為什麼全世界一定要用美元 為什麼不是人民幣作為全世界兌換的貨幣呢 第一時間蔡偉就說了 其實發展中國家 他們真的要拿到美元 真的 就剛剛跟阿根廷遇到狀況一模一樣 所以他們當然希望用人民幣 但是這會造成人民幣 自己 中國大陸這邊會有經濟上的風險 那不管怎麼樣 這是一個趨勢 那就是為什麼大家不想用美元呢 來看到就是說什麼 因為 大家擔心 美國對俄羅斯祭出一系列金融制裁 會不會轉移到他們國家呢 也擔心這個美元霸權 用金融工具發動制裁的疑慮 所以其他國家都希望用本幣來結算 好 葉倫終於說了真話 他說 美國對俄羅斯跟其他國家祭出了經濟制裁 對美元在國際的全球主角地位造成的風險 所以受制裁國家當然想要尋找美元的替代的貨幣 好 比如說俄羅斯央行 人民幣跟盧布的交易 在俄國的外匯市場當中 已經達到39% 美元跟盧布是34 其實他也降了 所以川普最近不斷打這個說 美元正在崩潰 很快就不再是世界的標準了 如果發生的話 會成為美國200年來最大的失敗 川普講的是當然是實話 不過川普的基本用意是在要攻擊敗爭 你不要盡信他的說法 事實上現在美元的問題 我們事實上講的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一方面是巴西跟阿根廷 因為有經濟狀況不好 所以他們拿美元拿到很困難 有點像中國大陸30年前 台灣大概50年前 只要看到一張美元就很開心 因為我們美元嚴重缺乏 這個叫做缺乏美元國家的 美元困難問題 但是也有另外一批 手上有很多美元 擔心被美元做武器化 被美國沒收跟制裁 像俄羅斯他就是美元帳戶被凍結 不能用了 那中國大陸有3兆多美元 天啊 他會不會擔心被美國制裁 當然會啊 當然也要保持警覺性啊 也不只中國大陸 中東國家 沙特 阿聯酋 MBS跟美國搞不好 都說他是賤民國家 對 那這個情形的話 他當然會擔心 不只是如此 很多的富豪 美國要不要臨時扣你一個帽子 你違反美國什麼法律 長壁管轄權 比如說孟晚舟 當時是沒有了 我假設 孟晚舟好 那我扣你銀行戶頭 俄羅斯不只政府被扣 他的美元存款 他的富豪也被扣美元 就連私人財產都被扣 私人企業也被扣 所以有美元的人擔心 美國用美元做武器 缺乏美元的人 擔心你有價格檢查 你賺我差價 我已經夠窮了 你還賺我差價 所以是完全兩種不同的 這種美元的問題 他們都想要去美元化 那對於我們剛才講 那巴西跟阿根廷 你要去美元化 你們不想付這個代價 誰幫你挑這個風險 中國大陸幫你挑這個風險 對 所以為什麼說 對中國大陸 一方面高度肯定 也有點擔心 原因在這裡 我講的是這一塊的美元 但至於去美元化的問題 各地的交易狀況 會有點的 我要特別解釋一下 中國大陸現在跨境支付 用人民幣的比例 已經升到一半以上 對美元降低到不到一半 那個是因為 中國大陸跟香港之間的 跨境交易的關係 但在全球 全球還是低的 這個基本上大概3%左右 就是還沒有到3% 2點多 2點多 我稍微放官一點 不到3% 那這樣的比例表示說 除了香港以外 其他地區都沒有在很積極的發揮 用人民幣支付的工具 在莫斯科是比較獨特的 因為莫斯科的外匯交易中心 就是因為美元受到制裁 所以他不得不 借助於中國大陸銀行系統 中國大陸等於張開了一個 金融保護網 幫助俄羅斯度過這一段時間 SWIFT被沒收 戶頭被沒收的一個風險 所以剩下一半 歐洲國家還是用美元跟他交易 其他的人民幣幫他很大的忙 這個是特例 我們不能夠當做一個實例 因為莫斯科的外匯交易中心 在全世界的比重 低到零頭都看不到 我講說每一天的交易量 全世界最大的外匯交易中心在哪裡 在倫敦到現在為止還佔39% 全世界量的交易量39% 因為什麼 因為他有歐元英鎊跟美元 三折之間的交易 那量很大 那第二個在哪裡呢 在倫敦 在紐約 第一倫敦 第二紐約 紐約多少佔19% 那第三在哪裡 新加坡佔7.9% 那香港佔7.2% 香港快加油啊 香港就是這個現在被追過去 對希望能夠超過這個新加坡 至少到10% 那這樣會擴大人民幣 跟中國金融系統的影響力 那中國金融系統 在現在已經被證明 2008年這個世界金融海嘯沒有問題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沒有問題 好那現在呢 全世界都擔心什麼歐洲 瑞士信貸 美國這個第一共和銀行 到處有資本主義的金融危機 反而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的銀行系統 沒有問題 而且在香港高度穩定 很多人都唱衰香港 那現在香港沒問題了 對啊 所以對於中國大陸 要利用這個機會 把香港的外匯教育中心 拱上一個有世界領導地位的分量 因為你要把上海外匯教育中心 這個是往上拉 緩不济急 緩不济急 香港比較快 香港當然比較快 因為他資金流動速度比較快 而且是跟國際接軌 對主要是跟國際接軌 上海也有 那接軌的狀況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好 所以雖然這個葉倫講大實話 這個川普講誇張的話 然後這個馬斯克講風涼話 他自己都不用 但是葉倫比較老實 對啦 他說武器話 他講的就是中東國家 其實他講的中東國家 中東國家才有很多美元 他很有錢 看中心是窮國家 所以對於中東國家他比較擔心 而且很重要一點 葉倫的責任是什麼 要賣美國聯邦政府公債 那賣你美國聯邦政府公債 有錢的客戶屬來屬去 不就是日本 德國 然後這個中國大陸 以及什麼 沙特阿拉伯 阿聯這幾個國家 其他國家也買不了多少 美國政府公債啊 所以他擔心你美元化結果 中東的富豪跑掉了 是啊 所以喊話一下 那你以後要賣美國的公債 就很慘了 因為美國政府公債 我很多場合的跟大家講 他每一次發行政府公債 一定六成在美國本土賣 沒辦法賣超過六成 四成以上在海外賣 所以這個比例 長年來都是如此 如果在美國賣太多的話 那對不起啊 美國那個證券市場就會 就會開始下滑 那就危急到整個的經濟體制 所以葉倫這麼專業的經濟學家 他當然知道啊 他不像有一些 莫名其罵財經專家亂講 他不敢亂講 那川普他當然懂啦 他就故意誇到 美元 可能在拜登任內會垮台 所以趕快換總統 這要選我啦 讓美國再次偉大啦 就要選我啦 他是一個選舉的訴求 沒有錯選舉的訴求 但不管怎麼樣 被講說現在剛剛委員講的 兩個層次的問題 一個是沒有錢的 這些發展中國家 他們想要用人民幣 另外一方面是很有錢的國家 比如說中東 海灣 沙特 這些國家 他們有錢 但擔心美國用美元武器化了 所以最近來看到 最近有謠傳 有傳言 說沙特正在用人民幣 向中國大陸出售石油 然後再用人民幣 在上海國際黃金交易中心 兌換成黃金 這是黃金的專業分析師 Jane他說的 他說如果這個傳言成真的話 那真的全世界都會更想要去美元了 這等於是開了一個先例 用人民幣還可以去上海黃金交易所 就換黃金 你應該記得 從去年俄物戰爭開始的時候 我整天敲鑼大陸 就拜託中國人民銀行 趕快買黃金 大買特買 那有人認知錯誤 覺得說我好像在鼓勵金本類 其實我不是在鼓勵金本類 我只是要求中國大陸 把他手上的美元準備 全部或者大部分都換成黃金 當然會涉及到中美關係 不要那麼緊張 那好嘛打個對折吧 美國有八千噸黃金 你中美大至少打個六千噸吧 你現在才兩千噸 總去年一千噸 我們敲鑼打鑼現在兩千噸 你實在太客氣了一點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中央銀行不是一個要賺利息的 不一定要買美國政府工 再去死賺利息 你要讓人民幣穩定 因為人民看到說發行人民幣的銀行 叫中國人民銀行 那你中國人民銀行手上很多美金 請問你我為什麼拿你人民幣 對啊我就買美金就好了 就是啊就是很簡單 我要做儲備貨幣 我拿你人民幣跟拿美金 那我就拿美金 因為你自己也拿美金啊 但是你當你人民幣 後面的儲備都是黃金的時候 那我看到人民幣 我的眼睛金光閃閃 就閃瞎了 哎呀就閃瞎了 都是黃金 對啊我就很安心啊對不對 萬一中美有問題的話 他不會查扣你的 或者扣壓你的美元啊 你都是黃金啊對不對 我擔什麼心 那這個黃金都藏在中國大陸的金庫 庫房那都在地下集 也不會被沒收啊 所以我拿人民幣 我就心裡很安 我就願意拿人民幣 當儲備貨幣 是這樣來的 那第一個 再來 剛才那位先生講對 沙烏地阿拉伯做這個 我一點都不意外 他只是做大做小 或者剛開始要測試 是 請問沙烏地阿拉伯說 那好 你中國大陸用人民幣給我買 對啊 那我也用人民幣給你買基礎建設 什麼什麼鐵路啊 什麼飛機啊 水空機都買了 都都買 可是還有市場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 這麼大量的油啊 對 你如果買油買那麼多啊 我沙烏地要不要土地就那麼一點點 對啊 要蓋什麼東西也蓋不了太多對不對 那好啦 那我剩下怎麼辦 你中國大陸要不要讓我去中國大陸買土地 那不行啊 一土地中國大陸土地就長得太翻掉了 不行 可不可以讓我去中國大陸買股票 你股票又沒有完全開放 我能不能買的數量有限 而且油用那麼多 那變成石油人民幣 那怎麼辦呢 我怎麼不能拜在那邊 美國就是因為答應沙烏地阿拉伯 但美國隨便買都可以 所以它有流通性 那中國大陸一下子不可能開放到這種地步 那怎麼辦呢 那好 那我到上海交易中心 因為上海黃金交易中心 規模越來越大 那好啦我就打電話 來上海黃金交易中心 我手上有多少人民幣 你們中央人民銀行 准許我用人民幣來買黃金 你幫我掉多少黃金進來 黃金市場很大 對 那好 掉成黃金了以後 我這個拿回黃金 或者黃金不用運回來 我就請中國大陸開個條子給我 我等個黃金存捨 存在你那邊 存在你那邊沒有問題 中國大陸也可以收黃金存單費 存在那邊 如果一大堆黃金在那邊 整天我要用的 我再換回人民幣 或換回美元都可以 所以黃金就會取代什麼 取代美元 而且黃金 站在黃金上面的人民幣 也會取代美元 所以我就曾經跟 大陸的這個專家學的提議 我的建議 就是現在不是很多 比特幣虛擬幣嗎 對 我說用虛擬幣的概念 用美國一些年輕人發展 叫做Stable Coin 穩定幣 叫穩定虛擬幣 我待會再跟他解釋 這個好像很重要對不對 剛剛委員已經講了 其實中國大陸只要把握 用這一招 就可以慢慢慢慢的取代美元嗎 尤其是怎麼樣 現在很多有錢的國家 他們都怎麼樣 擔心用了美元 你會把我給制裁 你會把我給凍結 所以這些有錢人 要怎麼樣轉換另外一種幣別呢 也是非常的重要 美元是全世界最強的貨幣沒有錯 但是會不會慢慢慢慢的崩解呢 委員要告訴大家說 也許中國大陸可以用某一招 就可以取代美元 當然沒有那麼快 尤其來看到最近沙特說 哎呀我用人民幣 跟你出售石油 然後我也許可以 在上海國際黃金交易中心 兌換成黃金 如果真的成真的話 這個黃金市場分析師 這就可以讓全世界仿效 表現是黃金價格再漲一波了 哈哈哈哈 我剛剛解釋就是中國 人民銀行可以嘗試著 那麼買進大量的 又它的美元儲備 去買進很多的黃金 做黃金儲備 我假設說6000噸黃金 那現在2000噸嘛 買到6000噸 那好不用急 我就根據這個6000噸 我在發行人民幣的時候 我就發行一種叫做 黃金穩定幣 因為現在我們比特幣不是虛擬的嗎 比特幣是根據計算系統 有限的靠挖礦機器挖對不對 所以它的供給量是有限的 可是什麼叫做穩定幣呢 我就擺明了 我用1000噸黃金做準備 當底的 當底 就是跟我其他人民幣的儲備不要 單獨畫出來 當作發行準備 然後根據這個 我就發行什麼虛擬幣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它雖然是一種數字貨幣 可是它直接盯住黃金 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支付作用 因為你現在比特幣銀行系統 不願意做支付嘛 比如說我 我要跟你買車子 我打個這個比特幣給你 你會擔心說 會不會大漲會大跌 對不對 它的價值不穩定啊 是啊 說不定說我就跟你買一部車子 我打給你呢 是一種價格 你收到的時候 你就半補車子沒有啦 所以有這個問題 但是穩定幣的意思說 我是根據黃金價格的 就跟沙奧地阿拉伯那個概念 你用穩定幣給我 沙奧地阿拉伯 我等於買掉黃金啊 我就不需要再回去換黃金啊 是 所以這種叫做穩定幣的概念 這個中國大陸可以仔細思考一下 當你人民幣有發行一種 穩定幣的時候 那請問你 我銀行系統裡面 來 打了兩盎司黃金給我 我打了黃金 就變成一個可以支付的工具 比比特幣更容易有支付的功能 那這樣一來的話 我要美金幹什麼 對啊 美金現在剩下是信用的 對啊 所以也不用黃金 也不用搬來搬去 今天沙奧地阿拉伯 欸對不對 我跟沙奧地阿拉伯買石油 我就說石油啊 好 我就打多少 這個穩定人民幣給你 那這批人民幣後面都有黃金 你就不用再回來買黃金啊 對 那這一流通開來的時候 你就越收黃金越多 越發越多 那黃金漲價你發行規模也漲價了 欸 然後 人民銀行可以賺一票 黃金漲價的差價 而且 更重要一點 欸 沙特以後就講 欸 要買石油 欸 這個 人民幣的穩定幣我也接受 嗯 就是數字人民幣的另外一個概念 現在人民銀行在發行數字人民幣 如果數字人民幣再發行另外一種 國際貿易專用的穩定幣 我跟你講 漲翻啊 那 真的美元會受到很大衝擊對不對 美國可能知道 拿槍在威脅沙特阿拉伯 你不准給我買 幫我就 研布你政權嘛 這也許有可能 中國大陸用這一招的話 委員出了七招 所以也許就能夠 沒有 僅此於建議 僅此於建議 好我們期待一下 那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張了 說到說 美國真的很愛圍堵中國大陸 但是你真的圍堵的了嗎 尤其是高科技的這一塊 最近來看到 ASMRG市長溫彼得 他就說 大陸在受限 沒有辦法採購海外產品的狀況之下 發展自己本土半導體的設備 都是合乎邏輯的 他也說 必須要繼續取得呢 大陸市場的轉入權 大陸在全球最大的 電腦晶片的市場 轉入啊 就是我們對中國客戶一樣 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中國大陸可是呢 僅次於台灣啊 跟韓國的第三大市場 他也提到了大陸有一間呢 汽車廠規劃三年要生產 大量的電動車 而且需要六到七座的 成熟製程的半導體的工廠 但是這些廠都還沒興建 意思就是大陸未來的產能 還很需要啦 另外呢 說到中國大陸半導體的發展 一定要特別講到這個 中科的前院長白里春老師 他參觀了中國大陸的長春光電所 他看的是EUV光源樣機 然後呢 對關鍵核心的技術 給予高度的肯定 所以呢其實2013年大陸就已經說 已經掌握了EUV的光源機的 商用核心技術 但是當然當時還沒有很成熟 但是這次白老師他去看的時候 高度肯定 大家就會非常期待EUV光科技 大陸會不會趕快有一天 加緊腳步把它造出來 科技產品跟石油糧食不一樣 比如說美國要封守 中國大陸的石油來源 那個中國大陸自己生產 生產不了那麼多的話 那就要靠俄羅斯啊 靠中東來供應 那糧食呢 就要靠什麼巴西啊 阿根廷啊 烏克蘭的供應啊 那個叫做物質上的封鎖 有一種封鎖啊 叫做腦力的封鎖 哇那就不容易啊 你封鎖光科技 你封了這個科技產品 是在幹什麼事情 就封鎖中國人的腦袋 哎中國腦袋會有那麼笨嗎 中國很聰明啊 對啊 你封鎖都做不出來 哎你以前 美國不是封鎖中國人說 哎呀我太空計畫不讓你參加 幫你趕下太空艙 幫你趕下火箭 中國人不敢來 哎現在中國人造衛星 有比美國差嗎 很強啊 中國的太空艙 在太空那個 天空啊 天空幾號 我已經練不出來 天空這樣已經組好了 然後現在就是你看 他也要進行登月等等 對啊對啊 你這個 這種所謂的太空艙的問題 都是哎 對不起不比美國差 對啊要更新 而且更新 而且成本更低 對 好不好你說要登月 這中國不是問題吧 對啊你們就說2030啊 對啊都有時間到了 對啊 說不定還可以在上面 蓋一個啤酒屋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挑戰中國人的腦袋 要先想清楚一件事情 除非中國的教育系統很差 培養不出來很多的理工人才 可是現在不是啊 中國人就隨便這個眼睛一眨 每一年至少一千萬大學畢業生吧 然後至少四百萬個念理工科的吧 好不好 再笨 好不好四百萬個理工科的 也有一百萬很聰明的吧 對不起啊 美國一年都不到50萬耶 是啊 所以你怎麼比啊 而且很多都不是美國級的 我還沒有算幾塊 所以 所以這個東西的腦力比賽啊 你那個光科機不是什麼了不起什麼 什麼外太空的允殖材料拿不到的 不是嘛 對不對 真的 所以你要去考驗這些腦袋 那EUVA好 DUVA好 不管什麼V啦 對不對 或者不管什麼禁刃機 日本人自己吹牛 過我的這種洗液啊 就是那個什麼 洗淨液喔 韓國是最什麼 什麼最高最高等級 韓國做不出來 所以欺負韓國說我把它禁掉 你韓國半導體廠生產那受限 對不對 問題 韓國能夠做這個東西啊 人數天生這樣就比你日本少 你日本人口多嘛 那個日本人要讀理工科的比例 也比韓國人高嘛 那你中國人啊 這應該是問題嗎 不是啊 這不是問題啊 十四億人洋洋打 對啊對啊 因為 因為中國人從小在念這個數學物理的人口 就比例就非常的大嘛 對 那 要突破這個 只剩下時間問題 所以我再來打一個比方 以前中國人會做 航空母艦嗎 當然以前不行啊 不會啊 然後拜託一個商人 那個很愛國商人 好像姓許吧 從烏克蘭去拉了一個瓦格兩號 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一個空空蕩蕩的破船 回來以後中國就 哇 終於擄獲自保 然後趕快從烏克蘭挖走 那些很多事業的科學家 來到中國大陸 還幫他們蓋烏克蘭餐廳 烏克蘭村 讓他們覺得很習慣過日子 然後帶著 年輕一代的中國的工程師 現在 這個瓦格兩號變遼寧劍了 去訓練劍 沒有錯 然後馬上山東劍出來啦 無劍劍出來啦 然後電池彈射出來啦 是啊 就什麼 因為舉一反三嘛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沒有錯 因為工程師很多人 沒看過那個航空母艦長的什麼樣子 他真的會摸湊很多地方 那現在看到實體物 然後看到這個東西 你以為中國的工程師沒看過EUV嗎 從頭到尾都在用啊 如果他真的沒看過 那當然要花很多時間摸手 現在不是耶 那中國的半導體 我不得不也說兩句 有一段時間他的半導體製造廠 真是所托非人 這裡蓋個廠 然後以為機器買一買 裝一裝就可以做 還弄不出來 因為那什麼 主旗事者不專業 他只想要炒股票 就出問題啦 那好幾人 然後找那個清華紫光集團 到次亂投資 以為這樣子可以弄 外行人嘛 那沒有關係 記取教訓 亡羊補牢 現在每一樣投資計畫 比如說 我所知道的華為 也在半導體設計 各方面 開始辦了很多角色 那很多老老實實的 就要找一大堆 像張周某這種 不是玩電影明星的啦 不是玩古董的人 不是那麼黑熊部隊的 不是黑熊部隊的 那種人啊 他專心的去把科技 整個製程 扎扎實實的 扎扎實實做好 那我覺得大陸做什麼 EUV EUV++做得出來 我跟你講 真的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這些我們都遭遇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你趕快下載 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和節目 全部都在裡面一次滿足 中天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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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的新聞